今天對這個活動的感覺是非常榮幸和開心 因為畢竟是我第一次可以這麼近距離跟他們聊天 和為他們做一個訪問 而且我也覺得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知識 我學到如果要成為他們這麼頂級的運動員 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可能在適當的時候讓自己去休息一會兒 才繼續去奮鬥都可以 我打了壁球五年 中間都有很多辛苦的事 有時可能去練球的時候都會覺得很累 很不想去練 但當你去贏了一個比賽 才覺得其實那些練習都是很幫助到你 我也想像他們那樣可以成為這些 在香港頂尖的運動員 因為我覺得成為這些頂尖的運動員 可以代表香港出賽 就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 因為可以為香港去爭光 首先我要感謝泰院和創馬會 叫Max和廖子凌過來幫我們沙關分享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們來分享 就會比小朋友更加真實的一面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究竟他們打壁球可以去到什麼水平呢 其實我教了小學大概有十幾年的 以前一開始只有幾個學生去第一次接觸 到現在可能 因為其實有些舊身都回來了 都是由我們開始打到現在 其實最重要就是讓現在的小朋友知道 其實你打壁球是可以 阿運我有獎勞 不是不可能的 不是因為小學開始打小學訓練班 所以就是玩一下玩一下 他可以由小小一邊打 小學開始打 然後去到體育學院正式訓練 那我也希望可以 將來的同學可以 可以在到現在的師兄或者 阿Max和廖子凌他們 可以做個榜約 希望他們都可以努力練習 那為沙關也好 為香港也好 可以表現到自己最好的一面 之前都沒有試過有這樣的運動員 就是這麼高水平的運動員來分享 因為現在小朋友都會出去比賽的 他們的心態呢 是一定要由一些運動員去 告訴他們他們才會知道的 因為他們現在未到他們 運動員這個年紀 就是他們從小開始打到大 那運動員就會說到 他們以前這麼小的年紀 遇到的問題 那令到同學會容易一些理解 還有知道怎樣去做 我覺得這樣對他們幫助很好 地獄 別人 都沒有打到什麼 他們沒有打到